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要回答 但是都还没有回答的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对越南房产股的看法 那第二题的话是越南房产股Vinhong 现在一直是在底部都没有涨 请问是不是负债过高 那请问越南房地产股什么时候会涨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很复杂 为什么因为Vinhong呢他是越南第一大的建商 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所以呢他有投资很多的除了房地产 然后电动车计程车电池公司 然后旅馆然后这个学校医院巴士等等 所以要分析这一个集团的股票呢 你等于是所有的这个各大产业都要来做分析 所以是相当的复杂 那我今天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Vinhong这个股票我们怎么看 那您看到图上这一个是越南目前最高的大楼 就是八一大楼在Vinhong Central Park 在胡志明市的平胜郡这里 我们公司以前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 好那Vinhong呢他的背景是怎么样 那Vinhong的话他的前身是Technocomp Group 他是由越南的人几个年轻人 他们到乌克兰去哦在乌克兰设立的 那刚开始是卖这个泡面 卖一些食品 然后他的品牌叫mini bar 然后呢在食品跟饮料呢都做得不错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说 他们在21世纪初变成乌克兰最大 实力最强的100大企业哦 所以后来他们就从2000年开始打算要贡献祖国越南 所以2000年呢他们就回到了越南来一起做投资哦 所以您在越南您可以看到Vinhong Group 就是Vinhong越南的维康集团 然后呢还有就是Techong Bank 越南科技银行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集团叫做Mesterize 这样的一个Mesterize 他们在第二郡有推出很多的案子 这三个集团呢 其实他们背后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哦 好那Vinhong呢 他目前是越南最大的建商 他在越南各个省市都有做造证的计划哦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推出一栋或两栋的公寓 他们是整个市区整个城镇的造证哦 所以像Vinhong Central Park 他就有17个栋大楼 然后他有一个14公顷的大公园 那其他的地方呢 那个规模更是大哦 甚至有些地方是有人造的海滩哦 在城市里面有人造海滩 像在Vinhong Smart City河内的这个案子 他还盖了两个捷运 现在是还没有盖好 但是未来他规划两条捷运线 这个都是Vinhong他们自己盖的哦 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的Vinhong Smart City 他在河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造证案 所以他有两条的捷运相连 那一个非常大的社区 有好几个公园哦 所以呢在住在里面非常的舒服 那越南的这个Vinhong呢 他的建筑品质在越南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品质哦 所以越南人呢也很喜欢住在这个社区 那这个社区呢里面也有Vinhong自己的商场 有Vinhong自己的类似7-11 叫Vinhong Real 然后呢也有这个Vinhong Mega Mall 就是他的shopping mall等等 然后也有Vinhong的Vinmac学校 Vinmac医院 Vin School等等 就是实义住行娱乐样样俱全 所以就住在这里面 你基本上呢是跟越南是脱节的 那就等于像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豪华的社区里面 价格呢Vinhong Smart City也是非常的便宜哦 他从一平方米1000多 开始目前的话大概到一平方米2000多哦 估计未来如果捷运盖好的时候呢 有可能一平方米到3000多美金或4000美金都有可能 但是需要时间 我们这个捷运呢 目前只有把这个线留下来 还没有开始盖 那盖起来可能也要数十年的时间 这个视频还没结束哦 想继续收看下去吗 每个月只要10块美金 就能够观赏孙姐开讲越南股市的专属频道 教导您如何投资越南股市来致富 成功 你们 你知道 你们 真的